喂 有不少洋頭投完球之後 要嘛身體... 欸? 不對 不是偏這邊 是偏這邊 要嘛是忙著用手套來保護自己 跟咱們本土投手的防守能力 可以說差了一大截 不過 投手最重要的任務 說實在還是投球 接下來的重要任務 也不是防守 而是好好的保護自己 畢竟呢 健康的身體才是王道 你說對不對 我再投 這一回躲掉了 每一段球場上的意外事件 都代表著 勢必會有選手要遭受到相當嚴重 甚至於是危害到 運動身面的傷痛 不管你是閃亮耀員的球星 或是默默無聞的新人 都有可能會遭受到 命運無情的捉弄 打到投手了 不太妙 哇 直接很嚴重 直接 直接到肩膀 今天比賽的狀況 實在是多到難以想像 對 不太妙 對 不太妙 對 不太妙 好 真的不希望 武俊良的職棒生涯 就此結束 因為獅隊的救援投手 準備在2003年重新出發 想不到卻在付出的第一場比賽中 就遭受重擊 這似乎也預告了他的棒球路 注定要有全然不同的轉變 雖然一代王海的隱退 的確會讓球迷感到相當惋惜 不過 吳俊良與病痛纏鬥 永不放棄的心神 卻更值得我們稱頌 看完較為沉重的故事 就讓統一獅隊的趣味大師 楊森幫我們轉換一下心情吧 活潑搞笑的楊森 一直都是失隊的開心果 可是他過於浪漫的性格 有時候就連同隊的老先輩 也會看不下去喔 給這個球打者是 揮一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好球 打者是沒有出棒 遭到了三陣 楊森前兩次的打擊都被三陣 被前輩王船佳指責 揮一棒不夠積極 雖然四局上揮出了 超前比數的阿里安打 但是阿嘎先輩 怕揚聲天線浪漫 不容易記取教訓 決定給小老第一個 永生難忘的震撼教育 回想了四局上半 球評的分析 真的即便讓你搶一分 又怎樣 更何況是 就是在整個沒有考慮到 後段棒次的一個臨場狀況 一分都沒有拿到 那這個半局呢 一口氣是 甚至於是掉了更多的分數 打到了三壘上的跑者啊 少見耶 哇這個球 哇這真的是打得不輕啊 你揚聲了 說實在真的這麼多年以來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打在 因為他是站在線外 等於是打在這個 一壘往二壘 二壘往三壘的這個跑者的腳上 還蠻還常見到 那打在這個線外的隊友呢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見 但現在呢 哇楊森可不能夠 有太嚴重的受傷才 才好 我這真的是躲都沒得躲 其實已經是 反應完全來不及了 太強勁的一個拼飛球 我們看這個球 彈回來的一個距離 就知道這個球勢有多強勁 這打在大腿上面 黃川家一技三壘方向的界外飛球 不偏不倚的 正好打中楊森 躲大腿內側 當場倒地不起 黃川家嚇得也立刻上前關切 真是愛之聲 得之切啊 只是 這樣的教訓也未免太痛了吧 開心我楊森的烏龍司機 簡直是多到毒煩不及被載 接下來就請大家欣賞 一小段楊森的烏龍花絮 讓大家見識見識這位 棒球場上 趣味大師的幽默風采 原來棒球場上 也有少林足球啦 楊森大力金剛腿 除了可以直接回休息室裡面 納涼之外 也成了一種 新舞步了 請看 吳家榮的標準示範 要這樣跳 才正確喔 接著楊森要帶來 三十六技的 空城技 哎呀二雷 家裡沒大人哪 這一次的空城技 讓大家看的是 搖頭又叹氣 但是且慢 原來楊森 需要陷害黃龍翼 哎喲 還好我閃得快喔 這一次沒有打到 怎麼辦 沒關係 不用灰心 楊森 使命必達 這回楊森要打山豬 給你看 哇 真的打到山豬了 而且 好大一頭喔 注意看 楊森 他竟然還有把 凶器撿回來喔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楊森這個球 根本沒有出手咧 楊森笑裡藏刀 殺人與無形的絕技 實在太恐怖了 只好請出正義的化身 棒球頑童五副連 要來代替山豬懲罰你